你们两个对这套感情都缺乏两个份 尊重 男生很明显吧 你杉人家的好友 骨子里你就对这个女人 觉得极大的不信任 你觉得她跟周围 所有的这些异性的交往 都是不正当的 她就应该被我管 这就是不尊重啊 而这个女孩呢 你也不够尊重你男朋友 你明知道她心眼小 你没属异地 她对你觉得是很无力的一种管束 你做到什么呀 你有没有尊重她的想法呢 你还是那么广交异性朋友 在自己生病的时候 还要去给别人去分享 换成正常的男朋友 心里都会不甘 仿佛和那些异性的交往 比她的感受更重要 你心里也没有她 你也不够尊重她 两个不互相尊重的 所谓的恋人 能够走在一起吗 只能是互相伤害 所以在针对这段感情方面 你们各50%的责任 你们体会到什么叫爱 再去谈这场恋爱 对不对